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并没有主持人 但是整个活动环节非常流畅 主要就在于肖战的表现 刚见面肖战对陈龙的称呼特别亲切又充满了尊重 八分多钟的活动当中 你能直观地感受到轻松舒适的氛围 虽然全场没有第三人引导 但是肖战自觉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 穿起来了每一个环节 自然又不做作 展现了他的高情商 肖战作为演员并没有主持的经验 但他整场活动的表现得不亚于专业主持人物 杂志曾经评论肖战说 他是温柔的掌控者 在这场活动当中 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这一点 面对谁来先挑战 肖战并没有推诿 他说我来抛砖引玉 献丑了一下子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避免了相关推诿的尴尬 挑战当中 肖战自己没打到洞 就露出这很难的表情 陈龙没打到洞 他就说 龙哥你是不是在放水 情绪价值给足了 情商真的很高 难怪陈龙亲切地叫他战战 在肖战的控场下 每个环节都进行得流畅顺滑 肖战的表现 不仅使得整场活动顺畅地进行了 而且使嘉宾能舒服自处 网友评论说 肖战的每一句话都有效 没有一句让落在地上 气氛轻松愉悦 观众看得也开心舒适 肖战身上那一种儒雅自信 大气坦荡的气质 真的很迷人 特别让人舒服 活动之后 陈龙和肖战 还进行了一个良好的互动 陈龙发博说 很高兴能够和肖战 一起参加这次活动 肖战回复说 感谢龙哥助阵 默契十足 陈龙也回复说 拍摄开心又顺利 有机会一起打球 所以 你看 肖战为什么能得到 几乎所有合作伙伴的喜欢 馆中窥抱 我们也能感知一二 他单枪匹马地闯入娱乐圈 却结交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样有教养有文化 情商高人品应的肖战 很难不被人喜欢 不是吗 最近有一则新闻 引起了我的关注 官媒霸气解读了肖战效应 肖战成为打卡景点 官媒直言 肖战的地广 成为了各大网红打卡点 遍布商超 地铁站 高铁站等 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 在生活中看到过这些地方的肖战广告呢 我就经常在商场里 看到肖战的巨型广告牌 真的超级吸睛 简直就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让人忍不住想拍照留念 肖战高射全球合约曝光 更令人惊叹的是 官媒还曝光了肖战的高射全球合约汇总 Gucci Tots 真理石等国际大牌 全都是肖战的全球代言 没想到我们的小肖战已经这样牛逼了吧 真不愧是超级顶流 要知道这些品牌可都是奢侈品中的翘楚 代言费用是天价 能够一次性拿下这么多重量级品牌 足以见证肖战的实力有多强大 网友热议肖战效应 姐妹们 你们看到网友对肖战效应的热议了吗 大家纷纷表示认可 觉得官媒的描述一点都没夸张 甚至还有些保守了 毕竟肖战总能创造精玉 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有网友说 肖战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无论去哪里都能引起骚动 另一位网友则感叹 肖战的人气真是前所未有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偶像 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 肖战魅力独一荡 姐妹们 你们是不是也被肖战的魅力所折服了 作为一位在世界范围内都享誉盛名的顶流巨星 肖战配得上我们的热爱 他不仅长相出众 演技精湛 更有着良好的品德操守 正是这种内外兼修的魅力 让肖战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 让我们一起祝福和支持肖战 希望他事业红红火火 继续努力 早日和我们见面吧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热爱生活肖战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坚韧 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 所以姐妹们 让我们也要像肖战一样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永不放弃 相信只要坚持下去 美好的明天一定会来临 传统文化的力量 说到肖战 我们不得不提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肖战都能完美诠释不同角色的内在魅力 他曾多次表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好好传承的瑰宝 正是有了这份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肖战的演绎才如此入目三分 网友的精彩评论 姐妹们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不少网友 对肖战的精彩评论 让我们一起评评 肖战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有责任心的公众人物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 这令人敬佩看过肖战的采访 他给人的感觉真的很谦逊有理 而且对事业也很上心 是一位值得学习的好偶像肖战的人生经历 让我备受启发 他从小就很努力 靠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走到今天 这种拼搏精神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肖战的未来可期 姐妹们 看到这些评论 你们是不是也被肖战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了呢 作为一位极才华 颜值 人品于一身的全能偶像 肖战的未来可期 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信他一定能在演艺事业上再创高峰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同时 也希望肖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谦逊有理的好品德 用正能量影响更多的人 只要坚持梦想 肖战一定能成为真正的永恒的偶像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 肖战以一身简约纯白幽领T恤的形象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瞬间掀起一股清新的时尚浪潮 这件看似简单的衣物 与肖战的气质无比契合 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他独有的风采 引得网友们纷纷赞叹 仿佛他是为肖战杜身定作 该T恤以纯净的白色为底 映衬出肖战内心的纯粹 幽领设计巧妙地凸显了他的颈部线条 平添几分低调的性感 展现设计师的精妙构思 肖战仅以一件白色短衫外搭 便将简约休闲风演绎的淋漓尽致 证明了时尚的本质不在于繁复 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格 此番装扮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网友们戏称肖战为行走的衣架 即便是基础的白T恤也能穿出高级感 同时不乏幽默评论 增添了话题的趣味性 也让大众对肖战的下一次时尚亮相充满期待 随着这股时尚风潮 肖战的粉丝群体小飞侠们也活跃起来 他们不仅在日常中给予支持 还积极参与到肖战的时尚话题中 甚至有传言称 小飞侠们为了模仿肖战的好身材 开始研究美食与健身 希望从饮食入手 提升自我形象 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诸多趣味讨论 让人们在欢笑之余 也对时尚与生活之间的微妙联系产生好奇 肖战的另一标志性造型 白色短衫外套同样备受瞩目 其简洁而不乏设计感的剪裁 与内搭白T恤相得一张 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时尚感 被网友誉为为肖战量身定制 并激发了更多对于他未来时尚探索的期待 尽管赞誉众多 肖战的时尚选择也伴随着争议 有人认为他的风格过于朴素 缺乏心意 而有人则欣赏他坚守简约的时尚哲学 这些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场关于时尚本质的讨论 促使人们思考 时尚是盲目追随时尚潮流 还是坚持个人风格与信念的体现 通过肖战的纯白幽领T恤时尚案例 我们不仅见证了他个人的时尚影响力 也触发了对时尚多元化的深入探讨 在追求时尚的旅途中 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勇于尝试与突破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同时尊重并欣赏他人的选择 共同营造一个多彩而包容的时尚环境 就是这样的状态 好